字幕提供 有人說學了神功之後 就可以刀槍不入 不過死後 身體上就會顯現出刀傷 究竟是否一樣 有神功護體 是否就可以橫行走 學會神功 是否就是擁有驅鬼和治病的法力 是否有驅鬼 考驗大家的記憶 在十年八載前,有一宗新聞 有一對夫婦駕私家車 突然在公路上,外面有些東西 類似那些鋼片之類 飛過擋風玻璃 直接插進女人的身體 但很害怕的是她當時在懷孕 幸好她的手袋有些東西擋一擋 把這件東西飛出去 這麼神奇 有聽過這件事嗎 好像有些人像,你這樣說 但為何要提起 原來後來問她的丈夫說 他們相信一些神功的東西 可能有些符咒之類的東西 神功護體 立即將整件事化險為疑 我對這些事半信半疑 我覺得好像比較多說彩數 是嗎 對 如果真的可以神功護體 警察、衝鋒隊等下班 不用穿鼻彈衣,不用戴頭盔 你說得對 不過這些法術或神功的力量 是否真的存在 今天這位嘉賓可以幫你解決疑難 好 好嗎?請她出來,好嗎 好… 有法科師傅,曹花華師傅 曹師傅 你好… 大家好… 聖曹華,你好… 又見了… 對… 想問問你… 師傅,你學了神功多久 差不多20年了 亦做了差不多20年 剛才那件事你相信嗎 真的像神功護體一樣 擋了不好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些意外的時候 論文家都會說一句 你回去快點還神 意思可能是這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他很幸運 我不知道他先生會相信哪個法科 你說我們會有的 正式所謂,如果我們學神功的 口想說,一想,他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的口念心律已經到了 所以很多時候 在撒打之間 你想說或是師傅 其實師傅還沒說 其實他已經在保護你 但五、六十年代 我不知道你們有否聽過 很多警察或是出來練習 江湖的人 他們都會很喜歡 而且很向往學習 為甚麼 其實希望真的有力量 可以幫助自己 因為工作危險 那時候經常是窗淋彈雨 有菠蘿、甚麼的 而且他們那個年代很盛行 我們法科的確是很盛行的 其實神功就是法科的 一定是嗎 不是 又不是 你有沒有看泰國 泰國有很多每年的… 不,出來巡遊 九王債 九王債 對… 我去過了很多 他們都是每一年九王爺彈 是 他們會巡遊 每一個廟都會一起出去玩 上了童身 穿穿插插 代表神在這裡時 可以抵擋某些東西 當然,我也看過很多年 意外有否出到油 即是真的弄傷了 有嗎 有… 有些是真的… 一個士巴拿或怎樣 塗油,一塊插完 插完後就插進去 但很有趣的是 他們滴出來的血很快滴在地上 就會凝固 一凝固,很深色 很深的珠乾色 這樣呢 他們的血… 可能神幫他們抵擋的東西 那些血就變得不同 但中國以我認識的 我們是主張不破身 甚麼意思?不破身甚麼意思 不會見血,不會受傷得那麼重 但每一個人都有頂點位 所以家庭的觀眾不要亂試 當然… 其實我想說這個話題 就是希望人們不要迷信 是有便有,是便是 不是便不是 不要自己想便是 不要想著自己,學習了便是 這是很危險的 之前有一個… 還有洗字驅的時候 有一個是… 當時他們很喜歡在樓梯口 練神功、俗稱神打 聘請到神人開箱 那些年輕人說很厲害… 像大哥一樣 有一個聘請到齊敬大聖下來 很多時候都聘請到大聖爺下來 耍功夫、跳下跳下跳下 為甚麼?大聖爺有空嗎 那他跟他溝通得好嗎 我們也會跟師公溝通得很密 對,我想問 他真的有個這麼大的神 為何你說聘請他,他會來 這麼輕易嗎 而且很多時候同時 有很多人都在跟他溝通 對,同時… 對,因為齊敬大聖 但我們活到現在 一直推上去 很多人學神功 很多人都聘請過太聖爺 很多…我們小時候都叫先師 都是師公,對吧 他們可能經過或聘請到大聖爺 他們就下來幫他們 我們也不覺得喜同是陰實 我們會分得到 有些人走過,例如白研或假裝 其實就會影響到小朋友 希望那些人不要想得太重要 我再重複一點 在洗字區那個人 其實那個哥哥離開了 他因為大聖爺上身 他很擅長,耍完那棍 這樣看一看 人們告訴我 這樣看一看,跳下去 不知道是五樓或六樓 他還未到最頂 但他走上來 他就說八手最好 我要學…他說再來… 但神,怎可以讓你這樣炫耀 當然是 只是展示,告訴你 我有這件事 他可以抵守甚麼 但你去到心裡 即是上童的人 是想去耀武揚威 或者甚麼 你知道神的故事嗎 當然知道 他就跳那一刻,他就走了 當時我還未出來教徒時 有些師兄弟也挺誇張 他上來後說 我是六樓師 他只叫我師父跪下來 叫你師父跪下來? 對… 這麼大膽嗎 對 但你也無法證實 對 不是能否證實 我們會知道 影后外影帶要做 其實很老實 你也不會知道 好像是否真是一個大臣下來 還是大臣派遣 他自己的信眾或徒下來 分別也有的 氣場是不同的 對,氣場完全不同 是真是大臣下來找你 或者是觀音流量 我想找你去洗洗壞壞做多點 氣場真的不同 而且你的人是有光的 我們一定要識分和划得很穩 但有時求明同好,求暗同好 剛才所說的 有時是先讓自己的思想下去 麻醉了自己 或是讓一些催眠自己 你便要看那個人的心定嗎 所以太小時候… 也要修法 太小時候不可以學,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問明同和暗同有甚麼分別 明同暗 明就是像陳迷敏哥哥一樣 你會經常看見他 神功會看… 更加有東西… 對… 他有一個形態 有時形態是柴典大聖、關帝聖君 觀音良良 他會展示某些東西 就是這樣,我們稱為明同 暗同就是例如我現在跟你說話 或者我自己拿了法 跟你說話或去別人的家 或上去節目 其實我也想同身跟你們說話 但你們看見我只是我 但你的聲音是不轉的嗎 不會… 你的心理就是… 對,有時… 例如我去一個人的家 他立刻給了我很多心理 這房子住了多久 有多少人住過、裝修過多少次 有很多時候他都會給予這些訊息 有時想歪了 會否聘請遊魂野鬼 會,有時有些… 但在壇上就不可以這樣發生 亦不會讓他這樣發生 所以就說,你聘請了之後 我給了喜童咒,請童咒 你回家就不要試了 因為你不耐 而且你要養著童身 但你有試過在壇之外 自己偷偷地試過嗎 多 有一個師弟在家裡試到 當然不行 第一,我們的刀只是師兄壇用 跟師兄說 還有用一個開刀的咒 也不進去 是他太太替他試刀嗎 不是他自己的 通常這些是很難好的 亦有一個… 就是幾個的士人 有幾個宵夜人 說自己是神功師傅 我怎知道你是否 那位師傅也是 當場就像你一樣過火 跟那位的士哥哥 那位同學說 不過現在你沒事,一個撲一千元 但你放心 你回家後千萬別沒事 他回到街市 如是者隔了幾天 又是一班的士哥哥 出來吃宵夜 那天大熱天時穿長袖衣服 他從來都不會穿長袖衣服 硬絲滴滴 那位師傅問 為何你擦著手 他說沒事,熱而已 他說如果你回去試過 不要緊,你塗甚麼也不會好 對,因為你嘗試去挑戰 對,沒錯 兩件事,他說是 我看醫生,越看越壞 他說你捲起來吧 問廚房哥哥 他們也很熟悉,火器哥哥 你可否拿些油、水出來 我們自己開火湯的扶水 扶水? 對 水是不能吸收的 但我們的師公、法樂 水也是能吸收的 對,這樣跟他調查 只是涼涼的 你去袋衣,回去自己調查 他翌日也說,請你吃飯 所以就不能挑戰 你想學習或想甚麼 不要緊,我們在這裡 或是想彈學習 就不要說自己 當時我的師弟在家裡 就自己拿刀子 他不是戒,他不是戒 他試試試 但我也試過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肯定也有 有的,我試過一次在泰國 不如我們回來談這些話題 我還有很多疑問 好… 我之前去過泰國,試過一些東西 他叫我上刀梯吧 又拿著刀梯 對,又拿著刀梯 但那一刻我真的上不了 為甚麼 我也覺得痛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還是流 我又不排除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世界有鬼 要不然我不會說了那麼久 有鬼一定有神,是相對的 所以我不是排除神的力量 我一定會相信 但有些東西是否真的… 他們在這裡 例如我之前去過泰國 試過一些東西 我真的以身自化自己試 拿著泰國的力禮 是 力禮是甚麼 就是他們在山洞上 經過他們的提煉 很厲害,刀槍不入 他叫我拿著那顆力禮 然後師傅在我的手上燒 真的是打火機,就試過了 我真的覺得好像能撐住 又不是很熱 我覺得還可以 然後他叫我上刀梯吧 又拿著力禮 又拿著 但那一刻我真的上不了 為甚麼 我也覺得痛 但有些女人真的可以 我們同團有其他女士 她在山洞上 對,在山洞上 有拿著力禮嗎 也有拿著,她就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 究竟是真的還是流 我又不排除這件事 但她在我身上 又令我完全相信 為甚麼你完全不相信 因為有很多東西… 例如火的東西 只是低溫火力 但我燙你的煙是你的伴侶給你 是 高溫煙 對,高溫煙 要車行一點… 你有甚麼解釋呢 我也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我不排除 那個人除了推銷你力禮 如果我這樣對著 我能否給你一個神 是可以的 但你離開了或不見他 最好真的不要做 人真的有一個頂點位置 你不想刀梯… 因為你只是咬而已 我只是咬 對 你也知道人的心理 是受不了的 對吧 但你說同團有些女生… 有些可以 對,他們拿著力禮 這樣就增強自己的信心 不是那種力禮的發生作用 是師傅告訴你 這個能夠令自己的自信心走路 沒錯 但你聽說有這樣的案例嗎 他以為自己上了 但其實沒有上了 有一個人上了關帝聖軍很多年 他上了得很穩定、很漂亮 不是所有形態、撥騷 他能說出某些事情 或是誰有甚麼病 他會站在那裡 有徒弟、弟弟在那裡 他會知道誰有事 已經同身養得那麼好 但因為他在做人 在外面做了一些 跟關帝聖軍的性格背道而馳的事 現在沒有了 但他還要臉光… 聘請了第一次 他沒有說拿刀拿刑 就跟他說 你別這樣,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對,後來沒有到處 一直都來不了 也試過有些是神找他 但因為他不想讓家人知道 他學了法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宗教信仰很正確,不如前進 他不想讓人知道 但他的童生又找他 但他喜歡吃牛肉 童生還有觀音 很可惜… 有些人求我… 這個反應不特止 不斷扣頭、扣腫腫也划算 如果一個大神下來找到你 想得很漂亮 他找到甚麼意思 我自己很想上你身上嗎 打觀音手 不是,那個神是自己下來的 他不是看著別人的企圖 突然他就下來,很漂亮 我們這樣說,很實、很漂亮 氣場很漂亮 如果你是珍惜神 那你就不會去甚麼 我想問是否所有人都可以… 我學法,即是我想上童 是否所有人都可以上到 如果是名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到 反而是名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到 對,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到 為甚麼?比較難 對,除非你自己去扮演 即是法律高 去扮演 去甚麼 有很多是跪得很久都跪不到 他們也會有些律咒 讓他們去聘請同身上 不是每個人的名童一定要… 而且如果大神 是否一定能來到這裡 我告訴你,有十個 有九個也不會是 但我當然看過有些真真實實的大神 那個氣場完全不同 對 有時真的會有些鮮的鮮 真的會聞到花香味 你在世間真的聞不到那種香味 師傅,剛才提到有醫病,是嗎 是否可以幫忙 即是看到你有甚麼事 學法後… 那天請同事 明童或暗童 總之上了同身便會治療 有甚麼病來治療 神會幫助治療 有甚麼個案 最近是農曆新年前 我在幫助一位男生 然後他媽媽跟著他上壇 跟他聊天時 覺得他有點口氣 做完後,我說 你是否腸胃或不舒服 他說他沒有睡了兩年 沒有教訓 兩年? 對,他說他經常生肺脂 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可能缺乏維他命 吃快點補充 遇事者,他也沒有好說 他說他問我,你可否幫幫我 我說可以 我們學法後,通常醫治是很平常的 我跟他寫 他說這裡痛,這樣跟他寫 寫一下,突然… 我們一邊裝香 寫之前已經請了師公下來 即是我身身 寫一下,師公寫在這裡 馬上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他兒子很小心看我寫 寫一下,這裡突然凸了一顆東西 兒子問他為甚麼有顆東西 我說不要緊 他說上次檢查了報告 我說不要緊 現在這顆東西已經凸出來 也不是一件好的東西 覺得不太好 於是寫了兩星期內,寫了 那顆東西就沒有了 他起碼… 我寫第二次 隔一天再來,第二次寫 他說已經睡得了 已經很好 有睡眠質素,精神多了 那顆東西也沒有,寫到沒有了 然後我說沒有了 寫完第三節,你自己去照 很快便打電話上來 就回答謝神人 師傅,我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學了法,那是否天下無敵 我做甚麼都沒事 靈界都無法處理 絕對當然不是 你傷天害你,奸淫努略 師傅怎會聽你 師傅也離開 對 有這種情況嗎 有一晚我跟他一起見面 我忘了 三更半夜 大家去旺角 他去旺角的地牢拿車 還要去七仔增值 稍後有個電話 就打電話來 師傅… 我帶了一件事 他說那些兄弟有問題 我有甚麼問題 他說不知道,他回來時只是… 他老婆打電話來哭 說回來後便撕爛了他老婆的衣服 但他老婆覺得這個不是他 即是平時不會這樣做 對,馬上拿鑰匙 拿一張被子捲著,便離開 幸好他奶奶住在旁邊 奶奶和叔叔住 他敲門後,叔叔問甚麼事 他說為甚麼?在掃教 他們立即有幾個兄弟 便走上去時 對,他便坐在那裡 那位男性坐在那裡,便坐在那裡 呼吸很重的聲音 但他們覺得他很臭 那是甚麼事?他不說 如是自己死了 幾位兄弟守著他,不說 又不知道他有甚麼事 師傅好像打電話給你 當時是四時多 我說四時多 我說不如這樣吧 大家睡醒聯絡吧 我睡醒便過去 我說三時多、四時便過去 一旦過去,他們打電話給我的師弟 他便接我上去 接我上升降機 我已經告訴他 我們放心,他離開了 他離開了,我說是 他在鑽灣的公屋 在壽墨片上的很大的公屋 他在最獨立的窗 出了屋後,最獨立的窗 即是靈體嗎 靈體 我說他離開了 我便進屋 但他們剛才嘈吵,說髒話 但他們覺得不是他們的哥哥 但突然聽到你的聲音 他又沒事了 簡直睡著了 我說不要緊 我便開了一個宵鐘壇 便跟他寫東西,工作 一寫東西,他便醒來 他說甚麼事 他完全斷片 問他在斷片前做過甚麼 他說昨天駕駛很累 趕了回來駕駛內地很長的貨車 駕駛回來很累,但又很急 他去了停車場,拍攝到位置 下車後便小便 他的記憶解開 要小便時便失去了 那是甚麼原因 對,我說不要緊 待會下去才發生 便跟他封身 因為靈體已經離開了 一定要封身 令靈體不要再進來騷擾他 便跟他封身後 把事情弄好 他說在斷片前的地方 我們便一、二、二、一進去 那裡是甚麼?停車場嗎 對,那村的護船署停車場 最下面的層才能拍攝這麼大的車 他拍攝到最尾尾的 一進去,那件東西當然蹲在那裡 他一下子便射進去 頭部,對,那個頭部 射進去他的頭部 對,一進去 他便說,大哥,說一聲 說甚麼?兜頭 對,我說我發點東西 你不要再攪拌他 還有,你送些甚麼 但那個停車場有很多 對 其實很多停車場也有很多 因為不見天日的地方也有很多 即使這個案件 即使他學了法 但你這樣能攪拌別人的說話 對 也能上你身 對,他的頭部也說 我沒事的 你發點東西給你,說一聲對不起 是這麼多 沒辦法,但你不要再騷擾他 我們出去拍攝也是一樣的 當時在荒山野嶺、古裝 我們都不好意思 麻煩有姐姐 但男性是很… 這是基本禮貌 如果你相信有鬼 有靈體那樣,你也會做 你說一聲,還有你自己有信仰 他似著自己有師工 所以說,如果你當作信仰 你也要更加尊重這件事 是 你要知道有你存在 有那些存在的時候 互相尊重而已 對 我想你借助你 也說請你 對,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求求你 沒錯,謝謝… 謝謝你 別這麼說… 再多點上來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你 再見